封冰箱27号上午8点多 金船有一个民众落海 凤林锦分局表示 这名落海的女性早上在石堤平海域来栽检海菜 疑似失足落海 同行的有人发现赶快呼救附近的钓客来协助营救他上岸 而妇人拉上岸的时候没有呼吸心跳了 由医护人员送往卫福部封冰奔院来抢救 同行有人与钓客 合力将疑似失足落海的妇人拉上岸 发现已无呼吸心跳 即刻施育西漂二急救 同行有人爱痛绝望不停哭喊 封冰箱今天上午8点多 金船有民众落海 凤林分局表示 这名落海的女性一早变汉朋友 来到石堤平海域采摘海菜 却疑似失足落海 同行有人发现后 立即呼救附近的钓客协助营救上岸 但是妇人拉上岸时已无呼吸心跳 由救护人员迫速送往封冰奔院抢救 第一时间得知消息的乡长江丽婷感到诧异与不舍 对港口的港口的人 而且很热心啊 对很热心 是我们那个港口第四龄的领长 对对又很热心人也不错 乡长表示55岁的林行妇人是港口村的领长 平日热心服务关心部落失误 如今碰上落海劫难也感到不舍于遗憾 海巡署东部分属第一二案巡队表示 已调查厘清妇人落海的原因 并且也联络家属到院处理 记者是玉兰封冰采访报道